明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陳浩德聊天 他與李隆基、葉鎮堂的三生有幸經典演唱會延期三年 終於貼定7月中在醫館舉行 他近期喜事連年 女兒7月會在加拿大結婚 他開完演唱會便去出席婚禮 9月擺大壽慶祝69歲生日 陳浩德是大埔林村園居民 有三段婚姻 他以前性格不羈 20歲做爸爸 現在有兒子有女兒有孫子女 還有一個根德太太 聽聽他介紹自己老婆 我們打球認識的 我和他已經超過25年了 他都打了25年 在哪個地方打 有一段時期我們在深圳觀南打球 他是初學的 初學我當然是白痴教一下他 教一下他 然後一起 我來過婚的 有個兒子有個女兒 孫子我也很大 我孫女今年是16歲 第一次婚姻生了一個兒子 一位孫子也十三四歲 一位孫子也十三四歲 第一次婚姻是哪一年結婚的 是出唱片前 七一二年 為什麼離婚呢 有什麼原因 因為年紀很小的問題 那時候還沒成熟 大家都很和諧地分 他有他的理想 初初認識的人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後來找了工作之後 我都講過 我晚上是唱歌 回到來你又上班 我說一定有問題 後來他做錯事 因為時間根本夾不到 我們住大埔 他做尖沙咀 後來他說 他找到一個地方可以很便宜 他想住在尖沙咀 肥出出入入 商量好了很久 分開住 分開住就沒有了 小朋友就我們家裡照顧 我們新界人當然有個兒子 當時有個兒子 當然好 我們現在和兒子是非常好的 他都不小了 孫子也十六歲 四十九了 這麼大 其實認識了沒多久就生了 其實是生了兒子 認識了沒多久就有了寶寶 那你十幾二十歲已經有寶寶 二十歲左右 二十歲左右 二十歲做老爸 是啊 又這麼好 孫子也這麼大 還有當時你知道新界人 你生了不一定是你去養的 她的孫子也不知道多想你生了給她照顧 你是不是瘋流 少少 不是說沒有 有肯定有的 你晚上那一刻 你這麼多人 對不對 那當然是有些問題的 第二個女兒 又不是那個女兒 第一個那個那個生的 是第二個生的 第二位 是啊 我聽到這個女兒的媽媽有後癌 我認識一個中醫 因為之前我已經分開了 那個中醫跟我好像兩兄弟一樣 她醫這件事很好 我介紹了她去看這個中醫 她醫好了她媽媽 那在這段時間 有時候我要載她媽媽去看 那就好了 好了之後很快就有個嬰兒 那他們是信教的 一定要生 那又沒有結婚 要生就生了 生了出來 那大家又不是很對的 就是不是很認真地走 那生了又是我的樣子 分開了 我照了幾年 就認識了現在的太太照到現在 其實是我太太照大 現在的太太照大那個女兒 現在那個女兒都結婚了 我七月做完演唱會 她在多倫多讀書 留在那邊 她七月二十四結婚了 我做完演唱十七號 我十八號就飛了 我一個太太非常好的 怎樣好法呢 我好感激她什麼呢 譬如我媽媽 我媽媽就年紀大的時候 最好幾年入了老人院 我又要經常飛去別處唱 她那時候結婚下來 她負責去照顧我媽媽 那個老人院那些護士說 哎呀 德哥啊 你真好啊 你太太啊 還服侍得好過我們那些護士 她說天天煲湯來 又和她抹身 又和她這樣那樣 她說我們都做不到這麼好 那她一路服侍到她去為止了 媽媽去為止了 我們結婚都有一段故事 講來聽聽 我因為要入那個 關南湖呢 如果是買會籍呢 可以兩夫婦給一份錢 一家人都可以的 子女都要兩個 當時還未結婚 還未結婚 如果是結婚就結婚證書 她都可以免費打 趕快去註冊結婚 最好笑的是 方姨幫我們做證婚 金興賢在那裡 黑妹 成班 成班在那裡 在沙田大會堂 她今年不知道我幾歲 她算一算都成七張了 是吧 是 七張就有多少日子 我之前已經幫她 因為她是港西人來的 她鄉下是港西人 我們常常回她鄉下 幫她安排住 各樣東西 已經安排好了 以前我第一次去她鄉下 開著車 我們有車在上面 嘩 不停等著泥路進去村口 現在痱情泊油路 很誇張 所以前年我叫他快點建一間屋 上面建屋很便宜 你今年多少歲 足六十九 叫七十 今年要做大壽 師傅說 九月 你會怎樣做 師傅說你一定要找兒子 請幾位都要的 我做大壽 會延年益壽 陳浩德1973年出第一張唱片 是悲秋風和芬菲燕這首經典廣東歌的原唱者 他這位大埔臨村原居民 是怎樣加入唱歌行業的呢 六幾年當時流行聽英文歌 有幾個同學一人玩讓樂器 有個同學家可以搭 可以曹煙巴筆給我們搭 我當時學打鼓的 有時唱英文歌 當時流行去開派對 譬如附近的同軍總會 警察的回堂 假期舉辦派對 會請一些不出名的樂隊 去幫忙延長樂隊 我們也有出去玩玩 在1968年我加入了一個麗豐唱片公司 他請了我做一個錄音室的練習生 即是office boy 負責錄音室裡面的那些 撿頭撿尾、插線 一個叫做錄音室的office boy 當時的製作主管 叫做KK Wong KK跟我說是很好的 因為我住在樓上的宿舍 晚上他經常跟我出去喝東西 熟了之後 我說我們有隊樂隊 可不可以在錄音室 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們晚上來練歌 這個要求真的很誇張 因為錄音室的東西很貴 他說可以 我們成班就在那裏練歌 他就在裏面錄音 即是跟我們錄東西玩 當時我記得是 麗豐唱片公司 全部都是 歌聲都是唱國耳時代曲的 鄧麗君、劉鳳萍、台灣的尤雅、青山 一大班都是他簽了 有一首歌我很喜歡的 叫做《我沒有騙你》 鄧麗君有唱過 由我唱過 有一晚我從樂隊找到一些歌曲 試唱這首歌被KK錄了 沒多久 不知為何 他又轉去EMI 八代唱片公司做監製 他有一天打給我 阿德呀 他說你這隊樂隊 可不可以試錄一些國語時代曲 因為他過了八代 他要找一些新人 當時姚麗姐姐做監製 錄了整個月 那些歌曲錄好了 可以聽回 阿姚麗姐說 阿德仔 你的國語 一聽就知道是廣東人唱的 他說這樣不行 大家商量一下 KK說 不如這樣 當時突然出了一首 麗莎的雙思旅 出了彌敦到廟街周圍 情人別虛厚恩 消瘦而已 他說 喂 反正雙思旅如此流行 不如將你那些國語歌 叫做蘇翁 當時有個填詞叫做蘇翁 他是填那些月曲的 叫蘇翁幫你那些國語 寫成廣東歌一把 那好吧 找蘇翁寫 寫一寫 但是寫一寫都 抽不夠十二隻 蘇翁說 喂 還差一兩隻 不如找找找抽官 抽官已經抽 鄭少秋 已經出了唱片 在另一間唱片公司 他裏面有一隻叫做 秋風吹謝了春紅 那些歌是我寫的 蘇翁說 拿過來吧 叫你樂隊再錄音再唱 後來改了《悲秋風》 錄完之後 一上《寬立今宵》 這碟可以賣 就因為這是《悲秋風》 還有當時我是長頭髮的 你很少唱 與時代曲的歌聲 留長髮去唱廣東歌 可能吃到這個機密 唱幾句《悲秋風》來聽聽聽 《悲秋風》 《水春夢》 《更深景聽》 《夜半鐘》 當時《紅》到什麼程度 可不可以告訴你 《紅》都沒什麼用 是唱片賣的 當時《金》唱片 是一萬五千尺 《寶寶》已經賣了一萬五千尺 還好笑 當時八代還有一位紅歌星的女士 就是《恩壽二》 《恩壽二》姐姐 她唱國語 她唱《水長流》 《水長流歌喉》 不知道你這麼年輕 都沒聽過 《壽二》姐姐說 已經可以了 這首廣東歌買得 我又要錄《廣東歌》 她又找蘇雍寫一些詞 作一些新歌 找了黎小田、Michael寫譜 誰知她做好音樂 去錄音的時候 Key 有一首歌高了 高了就有兩句唱不到 不太好 太高了 KK留夜打給她 她說 明天來錄音室 秀儀姐有一首歌 可能要你唱兩句 去到錄 錄那首歌 你猜是甚麼呢 就是《薰飛燕》 原本就是 她 衝衝枕送 情無限 很高 女生來唱 我唱了兩句 秀儀姐說 五三、四唱兩句 一人一半 變成一盒唱歌 為何薰飛燕唱到 今年五十年還在唱 就是薰飛燕 和比秋風 陳浩德和李隆基 葉振堂 七月中 在醫館舉行三場 三生有幸經典演唱會 她會唱 《薰秋風》 和《薰飛燕》 還有三個人合唱的新歌 《三生有幸一起創》 錄音就在 葉振堂、唐光家 他有整套錄音室 有錄音間 歌詞 大會好像找到 鄭國光的徒弟 幫我們寫的 我們三個人住得近 到唐哥錄 會遇到 更方便 錄音歌 可以吃飯 我林村 唐哥 八鄉 李隆基 住在新田 都三角形 《三角形》 經常聚聚聚聚聚 competitions 唱歌方面 你們有沒有一些位置 譬如說 你們分別扮演什麼位置 有沒有這樣分配 都有的 有時我們現在選了一些合唱歌 因為我的聲音比較中 李隆基比較低沉一些也可以 唐哥有假聲 變成我們有分三拍唱 這次因為隔了兩年多之前選的歌 大部份都要改 到現在疫情過後 祝大家身體健康、開心心 找多些這類歌 譬如《風雨同路》 希望大家一起過難關 如果我想想和誰說心事的話 我想是要和我過了一生的父親 一來他從小到大都很疼我 我要做什麼他都一定幫我做 雖然他離開了我們二十多二十年 但我覺得他仍在保佑我們 有一次我在美國的賭場唱 臨唱之前失聲 說沒有聲 我就走到後台去四面拜 我說老爸、老爸 我沒有聲音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沒有聲音 我說你保佑我 待會上台可以唱歌 一個小時 上到台上 音樂一起 唱到開了聲 唱完整個表演 我真是多謝老爸 所以現在每一次我上台 除非我突然很急 就不記得了 我在後台等出去的時候 我一定會說 阿爸 阿媽 阿媽都過了身 以前就叫阿爸 阿爸聽歌 這樣才出場 穩陣 什麼叫阿爸 沒有叫阿媽 阿爸 好 我收到 他說 他